第一次听说女孩的嫁妆竟然是四个老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在河北的苍州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 全家五口人 兄弟四个都是盲人 这唯一能看得见的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 一家人连稳定的收入来源都没有 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但是他们四兄弟硬是谁都不靠 就自己种地干活 靠着双手赡养老母 四兄弟赡养照顾母亲的事情 在当地广媒流传 甚至还引来了媒体报道 赵灿正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了这个事 当时他想啊 这怎么可能呢 这四个盲人怎么种地呢 出于好奇 他踏上了去苍州市延山县的大巴 这一去不要紧 他就再也离不开了 赵灿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为啥后来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女儿呢 原来啊 他来到了四兄弟家附近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他这辈子再也忘不掉的画面 太地里四个盲人手牵着手 牵成一根线 每迈一步 就用手摸索着挖一个坑 坑里埋进一颗洞 这四个人正是赵灿要找的盲人四兄弟 跟着四兄弟去了他们家 赵灿更是傻眼了 两间破瓦房是摇摇欲坠 窗户上的报纸都被风吹破了好几个窟窿 娇声惯影的赵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家里虽然穷 但是四兄弟却很热情 平常喝稀饭吃咸菜的他们 还特别大方地去小卖店买了饮料回来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更是拉着赵灿的手不放下 面对着如此热情和善良的一家人 赵灿这心啊 渐渐放不下了 他突然有留下来的冲动 想成为盲人勃勃的眼睛 带着他们避开所有的坎坷和磨难 就这样赵灿决定住下来 每天他带着盲人四兄弟去地里干活 然后再做一日三餐陪奶奶聊天 因为赵灿这个家 好像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快乐 家里开始窗明激进了 再也没有老鼠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 吃的饭喝的水也开始干净了 五个老人啊 更是把赵灿当成了自己家的闺女 一个劲地宠着爱着 因为赵灿水土不服 没法喝当地的水 这四兄弟啊 就天天给赵灿买饮料 硬是把赵灿的体重 从一百零三斤 养到了一百四十多斤 日子如果一直这么幸福祥和 那该有多好 可是天又不测风云 二零一年 老奶奶去世了 临去世前 奶奶拉着赵灿的手 把盲人四兄弟托付给他 于是村里逐渐有了风言风语 说着一个未嫁的大姑娘 啊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住在四个老光棍家 这像什么话呀 反正各种难听的话 说什么都都有 而赵灿的婚事 也渐渐成了四兄弟的一块心病 因为他们觉得 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 于是坚持要把赵灿送回家 而就在这时 赵灿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 也让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决定呢